我剛才也討論過美團的情況 昨天有一個消息 官方就叫作否認 今早就有一個反彈 Peggy May就問 她說早晨兩位 她手上持有兩手美團 不過買入價比較高 202元買入 她說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我想首先現在不需要太急於固受 我也覺得剛才也說會看你反彈 昨天這樣掉下來之後 因為始終消息慢慢施發之後 可能會慢慢上去 我覺得你說會否回到賣入價 可能要看下星期公佈業績 究竟是否真的非常亮麗的情況 如果是的話 當然可能有機會反彈 回到190樓上 甚至會貼近200樓 也不期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業績可以這麼強勁 我又會有些保留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看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想算了 都不看回可以賺很多 虧虧一點也好 我建議看看能否有機會 可以在188樓或最好 甚至是190樓上 先減一手 先看好 然後再看看會不會業績再觀望 即是減一減 如果業績好 有動力也要再上去 到時希望再高位 再出一些 便可以彌補你的損失 是的 也是3690的 我們回答了一題 這個叫長江一號 因為他的買入價更加高 是240元 他就說持有重貨 問你守不守 他又說不想輸 對了 再問一個層次 你就是剛才200元買入的 你就會見他有些策略 240元買入價位再高一點 會不會溝淡也是一個策略呢 如果溝淡就今天溝淡了 因為剛才說過可能會短期有些 因為昨天有這麼大的股壓下去 其實你一個反彈 你其實今天也上回大概 3至5元的範圍 起碼 我覺得如果你要溝淡 就是今天溝淡了 試試溝淡 希望可以將你的平均成本拉低一點 然後就跟剛才的觀眾的態度差不多 希望可能減到190樓上減少一點 然後再看看業績究竟占一占 業績好還是壞 如果業績好的話 上回到200多 但是我覺得 去到210也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所以考慮 雖然我也希望你不要輸錢 也不想 大家都不想 但是問題就是 有時候的情況就是 股票的走勢 已經走勢比較差 以及剛才也說過經濟情況之下 其實內地這樣的經濟情況 你叫美團一肢獨秀 能夠逆市 去回你的賣入價 其實真的需要一些好利好 特別利好的知識 才可以回應 所以 其實暫時的判決機會 不會太大 情況之下 我也建議 你嘗試溝溝貨 希望拉低你的平均成本 然後再希望上回大概190多元 以上 是一個適當時期 我們慢慢減少少 希望延後再股門業績